以色列將大舉進攻逼近,關閉半島電視台。 中共戰機造名彈險擊中澳洲軍機。 歐盟與習近平會面就兩大主要問題施壓。 台灣版星鏈在開發階段,需要數百枚衛星。 中國留學生在澳洲被搜查,被佛陷找媽媽。 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新聞熱點,我是章欣。 今天是香港時間5月7日。下面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以色列軍方6日表示,將對加沙南部城市發動地面進攻前 正在從拉法東部疏散約10萬人。 哈馬斯突然表態接受以色列的停火協議。 美國參議院向國際刑事法院發出警告, 若瞄準以色列,我們將瞄準你。 據以色列媒體報導,以色列軍方已經開始在拉法市東部居民區散發傳單, 呼籲居民撤離,呼籲拉法東部地區的巴勒斯坦平民, 轉移到以軍設立在漢尤尼斯和馬亞西的人道主義帳篷城。 5日在以哈停火談判正在進行之際, 哈馬斯襲擊了以色列向加沙運送援助物資的一個主要個景點。 埃及媒體報導說,有四名以色列士兵在火箭彈襲擊中上升。 當時以色列總理萊塔利亞胡世言,不會被哈馬斯重新掌控加沙。 以色列國防部長加蘭特也表示, 哈馬斯對正在進行的和談並不認真。 以色列即將在拉法展開一場大規模軍事行動,以徹底剷除哈馬斯武裝分子。 隨後6日,哈馬斯政治局領導人哈利耶突然宣布, 願意接受加沙地帶停戰建議。 哈馬斯在一份聲明中說,已將決定告知卡塔爾和埃及調停人。 而一名以色列官員說, 哈馬斯接受的協議和他們與埃及調解人達成的協議不同, 認為這只是一種拖延戰術,目的是防止喊拉法發動地面進攻。 網友說,果然哈馬斯頂不住了。 據一位熟悉居協議的阿拉伯官員說, 哈馬斯表示提案是一項為期六個星期的三階段人質釋放計劃, 其中包括停止軍事行動, 並提出永久停止以色列在加沙的軍事行動和敵對行動。 規定以色列的一名人質換取33名巴勒斯坦囚犯, 按照年齡、婦女、病人、盜士兵的信罪,歸還以色列人質。 以色列國家安全部部長格維耶說,哈馬斯的提議是一個詭計。 當日,以色列軍方稱對拉法目標進行了五十多次空襲, 拉法被認為是哈馬斯在加沙的最後據點。 網友說,垂死掙扎的哈馬斯使出的停火詭計騙不到以色列人, 在加沙留著哈馬斯這個毒瘤就是無窮的禍害。 6日,軍事信號彈預示以色列國防軍隊拉法已發動新一輪襲擊。 台灣大學政治系副教授陳世文認為, 目前以哈的局勢關鍵還在於以色列總理萊塔利亞胡, 他個人的政治生命幾乎認同和消滅哈馬斯連結在一起。 他今天如果做了一些讓步,承諾不進攻拉法, 也允許哈馬斯在未來繼續的存在, 那麼他就沒辦法得到以色列內部那些極右派政黨繼續的支持。 他的政治生命可能也結束了。 6日,內塔利亞胡說:「我要對世界領導人說, 無論斯加多少壓力,任何國際論壇做出何種決定, 都無法阻止以色列捍衛自己。 如果以色列被迫孤立無援,以色列將獨立應對, 但我們知道我們並不孤單, 我們將擊敗滅絕我們種族的敵人, 再也不會有類似的事情發生。」 同時,美國十幾位參議員 向海牙法院的首席檢察官發出延遲激烈的警告信, 寫道,國際刑事法院可能考慮向內塔利亞胡 和其他以色列官員發出國際逮捕令的行為是非法的。 缺乏法律依據,如果實施, 我們將結束美國對國際刑事法院的所有支援, 制裁你的員工和同事, 並禁止你和你的家人進入美國, 你已經被警告了。此外, 內塔利亞胡5號在一份聲明中說, 半島電視台記者損害了以色列的安全, 並煽動市民反對士兵, 是該將這個哈馬斯喉舌從我們國家移除的時候立。 政府一致決定, 在以色列關閉煽動性頻道半島電視台, 並將立即實施。這項命令包括沒收廣播設備, 阻止播出該頻道的報導並封鎖其網站, 這是以色列首次關閉在該國運營的外國新聞機構。 據美聯社報導,在該命令下達後幾個小時內, 以色列的主要有線電視和衛星服務提供商, 相繼關閉了半島電視台的頻道, 當局還突襲了該媒體設在東耶路撒冷一家酒店中的辦公室。 另外,一名知情人士近期透露, 卡塔爾正考慮美國提出的要求, 將哈馬斯領導人哈尼亞驅逐出首都多哈, 並考慮關閉哈馬斯多哈的政治辦公室。 哈馬斯近期與阿曼以及另一個國家進行了溝通, 希望其政治局領導人可以搬遷至這兩個國家。 一架中共戰機4號在黃海國際水域上空發射照明彈, 撐地擊中另一架澳洲海軍直升機。 6日澳洲當局宣布已就此事向北京提出抗議。 美聯社報導,澳洲國防部發布聲明指出, 當時澳洲防空作戰驅逐艦何巴特號正在黃海國際水域 執行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對北韓的制裁決議。 澳洲防長馬勒斯表示, 一架澳洲海軍的海鷹直升機 原本部署在何巴特號上, 中共遷拾戰機大約是在它前方300公尺, 上方60公尺柱頭下多枚照明彈。 這是一起嚴重事件。 中方舉動不僅危險且令人完全無法接受。 海鷹直升機若被照明彈擊中,後果不堪撤上。 台灣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前院長余中基表示, 中共動機非常明顯就是透過這種隨時可能造成以外重大事故的方式, 能夠破壞第一島鏈的國家執行聯合國決議的這些偵查行動。 這次扣近澳洲的直升機施放照明彈。 如果直接擊中直升機,它會燃燒,量度會令駕駛員頓時失明。 擊中直升機的玻璃或引擎都可能造成直升機墜毀。 據馬勒斯的說法, 直升機駕駛當時被迫採取閃避行動, 以免被照明彈擊中,中共此舉不會阻止我們從事合法活動, 包括在那裡履行聯合國對北韓的制裁決議。 澳洲政府已向中共當局表達抗議。 余中基表示,中共這些挑釁強硬的手段單單不敢對美國進行, 顯然就是愈強則弱,愈弱就是步步進逼, 希望令這些美國結盟的國家,無法執行符合國際法的空中飛行任務, 只難而退。 其實民主國家的特性就是遇到這種強勢的挑戰, 民意一定會反彈,是絕對無法採取任何退讓的, 會迫使周邊的民主國家應對中共的挑釁, 被迫採取更強硬的姿態加以抗衡。 6日,法國總統馬克龍和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 在巴黎和習近平會面, 歐盟將就貿易問題和地緣政治問題向習私壓, 從歐中發三方會談現場氣氛看,內容並不輕鬆。 馮德萊恩表示,這次巴黎會談的議題涉及地緣政治議題、 氣候問題和歐中經濟關係等。 習近平仿歐之際,正值歐盟針對中共產風力渦輪基 和醫療設備採購。 中共產電動車大量湧入歐洲的情況發起貿易調查, 而中共則對進口的法國產白蘭地發起報復性調查。 據《路透社》報導,馮德萊恩表示, 不平等的市場准入和中共政府補貼損害了歐中關係, 歐盟無法吸收大量的、生產個性的中國工業品充斥其市場。 歐洲將毫不動搖的做出保護其市場所需的艱難決定。 馮德萊恩的對華貿易立場和盟友美國的相吻合。 上月,美國財政部長耶倫就表示,美國不會接受自己的生產業 被中國廉價進口產品摧毀,中國產能大大超過中國國內需求, 也超過全球市場的承受能力。 習近平則稱,與歐洲的關係是北京外交政策的優先方向, 雙方應堅持對話合作。 此外,歐盟提出了對中企向俄羅斯運送軍民兩用物資的關注, 馮德萊恩說,這次會談所涉及的第一個問題, 就是地緣政治局勢,特別是俄烏戰和中東問題。 歐盟敦促北京利用對俄羅斯的一切影響力 來結束俄軍對烏克蘭的入侵戰爭, 鑑於這場戰爭對烏克蘭和歐洲構成生存威脅的本質, 這確實影響了歐中關係。 外界曾推測,一旦發生台海戰爭, 中共會先撤斷台灣的網絡連結,令台灣與外界失去聯繫。 在這種威脅下,台灣正在努力研發自己的衛星系統, 以保證在戰爭發生時能維持網絡運作。 國家太空中心主任吳中信告訴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台灣處於打造新本土通訊衛星的實驗性開發階段。 吳中信說,一旦這套系統上線運作, 將可以像馬斯克星鏈衛星系統一樣提供網絡連線, 只是規模比較少。 可能有人會問,為什麼不直接用星鏈呢? 因為馬斯克的SpaceX公司,堅持擁有合資企業的多數所有權, 而這項要求不符合台灣的法律,所以台灣無法使用星鏈, 這也是台灣研發自主技術的原因之一。 吳中信說,在緊急時期,通訊衛星對我們的通訊銀性非常重要, 這是國家太空中心最敏感的計劃,所以我們非常認真看待。 為了加速衛星設計發展,我們正努力研發發射載具, 打算在2030年開始發射火箭進入低地球軌道。 台灣現在有15條連通世界的海底網絡電纜, 但這些電纜很容易受損。去年, 兩條連接台灣本島的海底電纜就被航行的船隻損壞, 使一些離島的網絡就被撤斷多個星期。 台灣政府曾宣布,國家太空中心將研發兩枚通訊衛星, 第一枚預計在2026年發射。 國家太空中心隨後也將協助私人企業發射4枚衛星。 但專家表示,如果台灣要打造一套能提供不間斷被用網絡服務的系統, 將必須發射數百枚衛星,至少也需要50枚衛星, 才能提供還算不錯的緊急涵蓋率,而且越多越好。 知情人士透露,新任總統例清登5月20日就職後, 政府將公布太空計劃的最新藍圖和時間表,包括通訊衛星計劃。 在太空領域,台灣不只限於研發本土通訊衛星。 吳中信說,一項關鍵目標是在台灣打造新產業, 拿著各國在太空計劃中不斷增長的機會。 總統蔡英文去年宣布, 未來10年在太空計劃上投資新台幣251億元, 協助晶片設計、精密機械等不同領域的企業進入太空產業。 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海關入境標準, 有些在國內襲以為上的東西可能一不小心就變成為禁品。 近日,一名中國留學生在入境澳洲時遭到海關的驗查, 行李中的物品經到了海關執法人員, 因為母魚實申報,最後遭到了重犯。 這個男生在聽到處罰決定時當場落淚, 說要找媽媽處理。 近日,澳洲7號台邊境安全的一期節目中, 記錄了這個事件的整個過程。 當日,你名中國留學生入境澳洲機場過海關時, 被攔了下來。 海關根據他申報的信息, 對你名中國留學生的行李進行了例行檢查。 在他的申報單上,只是寫了堅果。 但安檢素描影像顯示, 他的行李箱裡還有一些其他東西。 之後,海關工作人員對他的行李開箱檢查, 而裡面的物品令在場的所有人都驚呆了。 行李箱濕滿了各種沒有申報的東西和大量現金。 首先,查出了一袋牛肉乾。 這個留學生小哥立即解釋說, 這個是牛肉,但它已經被封乾了。 我以為這個不在申報清單上。 而肉類屬於違禁品, 是不能攜帶進入澳洲境內的。 緊接著,工作人員又陸續找出了曬乾的大紅組、 一袋小米以及各種平平冠冠、 大包細包的中國特產。 這些東西都沒有申報。 還有一些物品屬於禁止入境的違禁品。 總之,不應該帶的都帶了, 唯獨不見申報單上的堅果。 這個還未完,工作人員又發現了一個文件袋, 打開一體,是一搭搭暫身的澳元現金。 海關規定,在入境時, 行李中不能攜帶總數超過一萬澳元或等值的外幣。 而他的信封裡面,現金總額差不多有四萬三千八百元。 在海關人員搜查過程中, 李明留學生漸漸失去了內心。 他表示,自己已經在澳洲留學六年了, 多次往返於中澳,都沒有遇到過出關那麼慢的情況。 海關人員回答說,將你留下來, 是因為你沒有如實申報攜帶的物品, 其中包括了非常多的明文規定的違禁品。 最後海關人員對他說,你將被罰款420澳元。 聽到這個結果,李明南生就忍不住哭了起來。 他表示要等自己的媽媽來處理這件事, 因為自己沒有錢,也沒有銀行卡。 行李裡面的錢是父母的錢, 交這筆錢罰款需要經過父母同意等等。 好笑的是,海關人員問他父母在哪裡時。 他卻表示,父母都不在澳洲,在中國。 他拿出手機,要聯繫父母,但沒有聯繫到, 最後也只好用行李裡面的現金交了這筆罰款。 有網友表示,他說自己已經在澳洲讀了六年的書, 往返中澳很多次,按理講應該對物品申報的規定 十分熟悉才對。不知是太粗心媽夫, 還是抱有僥倖心理,才搞到這種程度。 也有人說,證據都擺在眼前, 再怎麼哭也已經無際於時了。 還有人提醒說,過海關, 有些人總是會有僥倖心理,為禁品是不能帶的。 違反了的話,輕則沒收、重則罰款甚至逮捕。 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入境國家的海關規定。 這次新聞報報完畢,多謝收聽。 為禁止! 請問… 為禁止! 為禁止! 在藍神正的路面長似乎都只不過有些人! 為禁止! 請,請再回決!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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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